來,來吃火鍋,來,約啦,約啦,吃火鍋 就好多好多的火鍋湯 不知道大家最近吃了幾湯的火鍋呢 那應該就是用十隻手指頭數不完吧 那我也收到如雪片般飛來的火鍋邀約 怎麼辦啊,在冬天吃了這麼多高熱量的東西 那很多火鍋店又都是那種吃到飽 你真的忍不住啊,就是一直夾菜,一直夾菜,一直吃,一直吃 那這個讓我聯想到一個廣告 登登,有沒有,就是 要喝喝什麼東西,然後解油你 可是我覺得啊,那個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絲滑好像沒有什麼用耶 因為真的喝完之後啊,再喝那些水 因為我吃完之後就已經真的很飽了 那些水根本就喝不下了 所以啊,我覺得要有一些預防措施 我覺得事前大家就要做好一些準備才可以 所以今天啊,佩佩要提供給大家的是另類的 就是控制,不能說抑制啦 沒有到抑制這麼厲害,就控制食量 控制食慾的一個另類的方法 提供給大家喔 好的,首先一開始呢,我先給大家看到的就是啊 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那這個呢,對不起喔,袋子有點稠稠 因為昨天我在睡覺的時候才趕快叫我姐 臨時拿一個小的拉鍊袋 在我家裝了一些這些東西 這給大家看一下,外觀就是這種小小的粉末 它其實叫做羊車鉗子 它好像是一種植物吧 那就跟羊菜一樣 也是一種隨手可得的植物 可是它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 它其實加到水裡面去它會膨脹喔 所以建議大家啊,在你就是 吃火鍋之前 出門前 趕快來一碗這個 你看喔,你把它加進去 加一點點到這個碗裡面 它剛加進去的時候是粉末狀 那建議大家,大概一匙的份量就夠了 千萬不可以太多 因為它太會吸水了 那你一定要多喝水 讓它來膨脹 然後讓自己有飽足感 好的,接下來呢,攪拌攪拌 讓它都均勻的 都有吃到水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讓它放置一段時間 接下來大家就等著看它的變化好了 好的,那先不要理它 讓它自己安安靜靜的在這邊吸水一下 好,在這邊要跟大家說 因為啊,它可以幫助 嗡嗡順暢一點 所以啊,這個你一定要多喝水喔 因為它很會吸水,它會膨脹 所以你一定要多喝水 要不然你可能嗡嗡就有困擾了 好的,那這個先暫時不要理它一下 讓它安安靜靜在那裡 那這個是我自己家裡帶來的 那另外這個呢 聽說它是日本回購率第一名的東西 它可以滿腹30倍 它只要一小顆,它是軟糖 找一小顆,它有很多不同口味喔 只要一小顆,它就可以膨脹為30倍 也是一樣,在你吃東西之前 30到50分鐘 那30分鐘左右其實就可以啦 吃下去一顆 趕快多喝水,300到500cc的水分 聽說就可以膨脹30倍 就有超高的滿足感 而且它總共只有16卡 一顆只有16卡 很多不同口味 還有什麼芝麻口味的啊 還有什麼的 那還滿好玩的 那這個跟我剛剛說的那個洋車前子 是有同樣的感覺 似乎是有同樣的功效 所以大家在吃吃到飽之前 在家一定要先做好一些準備 另外還可以準備什麼呢 那很多人現在都喜歡自己帶那個 衛生塊對不對 那環保塊 其實啊我也建議大家 強烈建議大家 不管你出去吃那種火鍋或吃到飽 或是自己在家裡 都可以準備一個小食碗 什麼叫小食碗呢 食是食用的食 食物的食 給大家看一下 它看似一個普通的碗 但是喔 你看這個碗 看似普通對不對 但是我拿起另外一個碗 跟它來比較一下 登登 很明顯 它其實小了很多對不對 它整個份量 幾乎是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二而已 這是一般的碗 這個是小食碗 所以你很容易就覺得 哇 我怎麼不知不覺吃了好幾碗飯 但其實分量可能並沒有增多 但是你心理作用 你就會就是 讓它就是比較 不會吃那麼多飯 就心理作用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小食碗是這個 剛才那個是塑膠比較攜帶方便 然後這個是比較環保一點點 而且比較耐熱 你看喔 它其實很淺很淺 這個小食碗比一般的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是小食碗 它其實很淺耶 淺多了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淺 好的 那這個小食碗呢 其實是讓大家就是 心理上有一點點 就是意志的感覺 那給大家看一下 貝貝平常吃飯的時候 用的是什麼樣的碗 登登 是這個 我騙大家 我們家每個人都是這種碗 那這我媽媽不是 我爸爸的碗更大 是那種大碗公 因為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就是因為怕麻煩 因為我們家 看 就喜歡吃飯看電視 所以我們在餐桌 夾完菜之後 就會拿著碗 到客廳 全家人一起在那邊 看連續劇吃東西 那如果你的 飯樁的不夠多 或是菜夾的不夠多 你還要跑回去餐桌那一邊 夾菜 然後添湯啊 添飯啊 再走過來 走來來去去好麻煩喔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種碗 但其實你看一下 非常可怕喔 這個碗呢 我常常會不自覺地覺得說 飯要吃 就是吃這樣一點點就夠了 我不要吃太多 我大概吃這樣一點點就夠了 可是問題是這樣一點點的份量 你把它倒進正常的碗裡面 其實倒起來就是滿滿整碗的份量了 所以你會覺得奇怪 不知不覺我的份量並沒有很多 怎麼不知不覺有越來越胖的趨勢 就是因為用大碗公會有錯覺的關係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自備小食碗喔 好的 那接下來